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留学美国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留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提升策略案例 美国留学的学生自我保护与防卫技巧 留学生的学型的学习动机与目标设定 方法与影响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留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提升策略案例 在探讨留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提升这一课题时 我们不妨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将其比作一场跨国的冒险之旅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勇敢的探险家 踏上了前往未知领域的旅程 这个未知领域 就是那些留学生们所面对的新环境 新文化和新挑战 而提升自我效能感 就像是在这场旅程中收集到的各种神器 帮助你在冒险中更加从容不迫 策略一 文化适应的多面器 首先 我没有文化适应的多面器 这个神器能够帮助留学生从多个角度理解和适应新文化 想象一下 你刚到一个全新的地方 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 开始用它 但是 当你拿起这个多面镜 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视角观察和学习 你会发现自己对这个新环境的理解和适应能力逐渐增强 这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适应 更是一种文化和心理上的融入 策略二 社交网络的连接器 接下来我们有社交网络的连接器 留学生往往会面临孤独和隔离的感觉 但是这个神器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起新的社交网络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突然找到了一群志众道合的朋友 这种感觉就像是在荒岛上发现了一座连接大陆的桥梁 通过参加社团活动 学术会议或是语言交换 留学生可以逐渐扩大自己的社交圈 这不仅能够提升他们的语言能力 更能够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策略三 目标设定的指南针 最后我们有目标设定的指南针 明确的目标就像是指引方向的指南针 留学生需要学会为自己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 无论是学术上的 职业发展的 还是个人成长的 这个神器能够帮助他们在面对挑战和困难局 不施方向 保持动力 有趣的案例 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案例 小张是一位留学生 刚到国外时 他感到非常不适应 甚至有些后悔 但是 他很快就拿起了文化适应的多面镜 开始积极参与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不久他又找到了社交网络的连接器 加入了一个国际学生组织 通过这个组织 他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大大提升了自己的社交能力和自信心 最后 他利用目标设定的指南针 为自己规划了学业和职业发展的蓝图 几年后 小张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 还在国际大公司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总之 留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提升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冒险旅程 通过文化适应的多面镜 社交网络的连接器和目标设定 留学生们可以在这场旅程中不断成长 最终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 谢谢小六的小老家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留学的学生 自我保护与防卫技巧 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对于许多学生来说 既是一场冒险也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然而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土地上 学生们也需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以确保他们的留学生活既安全又充实 以下是一些专业又带点幽默的建议 帮助留学生在美国保持安全 特此声明 我授权黑晋使用我的录音来构届AI理应 并在我的黑晋照顾上使用它 学会鹰眼技能 在美国学会观察周围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这不仅仅是为了欣赏美国的自然风光和城市建筑 更是为了及时发现可能的危险 所以当你在校园里漫步或是在城市中探险时 记得开启你的鹰眼模式 随时注意周围的人和事 这种技能在美国被称为 sitch way of awareness 写为神偶 awareness 其情境意识 二成为话术大师 在美国学会用言语保护自己同样重要 无论是遇到推销员还是在社交场合 甚至是面对潜在的威胁 学会用恰当的话术表达自己的立场和需求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记住有时候一句sorry I'm not interested 或者I need to go now 就是最好的防卫武器 三掌握快闪数 在美国留学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让你感到不舒服或不安全的情况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学会快速离开现场 这种技能在专业术语中被称为3JJ的捉吻完了 即战略性撤退 无论是结束一段不愉快的对话 还是离开一个让你感觉不安的环境 记得保护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 四成为文化忍者 留学生在美国 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 还要学会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自主的生存 这就需要你成为一个文化忍者 学会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灵活应对 了解美国的文化习俗和社交规则 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 避免不必要的文化冲突 五拥有技术护盾 在数字时代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同样重要 学会使用各种在线安全工具 比如密码管理器VPN反恶意软件等 可以帮助你在网络世界中保持安全 记得你的个月信息 就像是你的护照和信用卡一样宝贵 都要轻易让它们落入他人之手 鉴于留学生活充满了挑战和际遇 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可以让你的留学之旅更加顺利和愉快 记住 无论你身在何处 保持警觉 智慧和幽默感 都是你最好的伙伴 祝你在美国的留学生活既安全又精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留学生的学习动机与目标设定方法与影响 在探讨留学生的学习动机与目标设定时 我们不妨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将这一过程比作一场跨国寻宝之旅 想象一下 留学生们就像是一群勇敢的探际家 他们跨越重洋 只为寻找的传说中的知识宝藏 首先让我谈谈动机 动机就像是探险家的内心火焰 是他们踏上未知旅程的原因 对于留学生而言 这股动力可能源自于对专业知识的渴望 对未来职业的冲击 或是对异国文化的好奇 有趣的是 这股动力有时候也可能来自于父母的温馨催促 或是朋友圈里那些炫耀海外生活的照片 无论动机如何 他们都是留学生们踏上这场冒减旅程的原动力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目标设定 如果说动机是内心的火焰 那么目标就是地图上的X标记 指引着探险家们前进的方向 留学生在设定目标时 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地图阅读器 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明确自己的长期和短期目标 比如短期内提高语言能力 长期则可能是获得某个学位 或是在特定领域内成为专家 然而就像所有好的探险故事一样 途中总会遇到意料之外的挑战和障碍 这是留学生的目标设定就需要具备因的灵活性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那么这一切对留学生有何影响呢 凝确的动机和募学生保持学习的动力和方向 就像是在茫茫大海中的一盏灯塔 指引他们前行 其次 这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他们将不断学习如何应对新的挑战 最后 这一过程还能促进留学生的个人成长 让他们在探索未知的旅程中发现自我超越自我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意外发现的乐趣 有时候留学生在追求设定目标的过程中 可能会意外发现新的兴趣爱好 且是一生的滞脚 或是获得意想不到的机遇 这些都是留学旅程中不可多得的宝藏 总之留学生的学习动机与目标设定就像是一场跨国寻宝制 虽然旅途中可能会遇到风风雨雨 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他们的个性 丰富了他们的人血照护场使用它 丰富了留学生们举行你们的望远记 调整你们的指南针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知识的冒险之旅吧 谢谢小刘的介绍一下美国留学的学生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留学的学生压力管理与情绪调节 在美国留学的生活对于许多学生来说 既是一场精彩分成的冒险 也是一次压力山大的挑战 想象一下你远离家乡置身于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中 每天都要和这团赛跑 同时还得努力不让自己变成快餐连锁店的常客 这确实是一场考验情绪调节能力的终极挑战 首先我们得承认美国的学术环境是相当有挑战性的 这里的作业量可以比比萨饼堆的更高 考试频率足以让你怀疑自己是否穿越回了中学时代 留学生们往往需要在紧张的学习和对新环境的适应之间 找到平衡 这就像是在坐于家时尝试保持平衡 一不小心就可能贪千里 那么留学生们是如何管理这些压力 又是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呢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既专业又带点幽默的策略 完 Netflix 周策略有时候有时候 最好的压力管理方式就是暂时逃避现局 一部好的电影或电视剧加上一碗爆米花 可能就是重置心情的最佳方案 当然关键是要控制好时间 不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期末周还在追剧 假装自己是个旅行家侧人 美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即使是去最近的公园散步 也能让人感受到旅行的乐趣 暂时忘记学业的压力 但每次去超市都当成一次小心探险 也是不错的选择 三 厨艺大师策略 学会做几道自己到自己到自己国家的传统美食 不仅可以治愈思乡之情 还能在国际学生聚会上大放异彩 当然如果你的厨艺实在不行 他至少学会做一道拿手的快餐 也能在忙碌的日子里为自己加加油 刺身达人策略 运动是减压的好方法 无论是去健身房挥害鲁鱼 还是在宿舍里跟着YouTube视频做瑜伽 都能有效释放压力 而且健康的身体是应对学业挑战的重要基础 我心理咨询师也是朋友策略 大多数美国高校都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 有时候和一个专业的人谈谈心 能帮你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情绪 找到应对压力的有效方法 最后记得留学生活虽然充满挑战 但也是一次宝贵的成长经历 通过这些压力管理和情绪调节的策略 不仅能帮你更好的适应留学生活 还能让你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更多关于自己的新事物 毕竟谁不想在经历了一番奋斗后 变成一个更加酷炫更加成熟的自己呢 谢谢小刘泽介绍 刘泽介绍一下留学生的人际关系与网络构建 技巧与挑战 在留学的大冒险中 学生们不仅要面对学术的挑战 还要在人际关系的迷宫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就像是参加一场没有地图的宝藏狩猎 只不过这次寻找的宝藏 是有意和有意的人脉网络 让我们一起探索 留学生在构建人际关系与网络 教授的技巧与挑战 并穿插一些有趣的故事 希望能让你在这场冒险中少走些弯路 技巧篇 一文化课101 首先了解和尊重当地文化是基础 想象一下你在一场国际晚宴上用筷子吃意大利面 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融合 也是一种让人难忘的技能展示 通过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 你不仅能避免一些尴尬的文化冲突 还能在社交场合中更加自由 二语言大作战 学习当地语言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 更是打开人际交往大门的钥匙 记得那个因为错误发音而不小心在餐厅点了一份最辣的菜 结果却意外结交了喜欢辣食的朋友的故事吗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语言失误也可能成为交友的契机 三兴趣小组大不同加入兴趣小组或社团 不仅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还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提升自己的技能 就像那个加入了当地摄影俱乐部 结果不仅提升了摄影技能 还意外成为校园报纸的特约摄影师的故事 挑战天 一文化冲击波刚到一个新环境 文化差异可能会让你感到不适应 甚至产生孤立感 就像是突然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在寒冷的冬天里坚持穿着短裤的人 这种文化上的冲击波需要时间来适应 二语言障碍山 语言不通可能是最大的障碍 试图用有限的词汇解释复杂的想法 就像是用一把炖刀切生肉 气费力又效果不佳 但别忘了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进步 三时差大魔王对于那些跨越时区留学的学生来说 时差不仅影响生物中 还可能影响与家人朋友的沟通 就像是你刚想分享分享一天的趣事 却发现他们已经进入梦乡 咸语 刘驰生在构建人际关系与网络的过程中 既有笑料也有泪点 既有挑战也有收获 记住 每一次尴尬的沟通尝试 每一次文化的小冲突都是你成长的宝贵经历 最终 当你回顾这段经历时 会发现自己不仅收获了全世界的朋友 还学会了在不同文化中自如游走的能力 所以 拿起你的社交武器 勇敢的去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 亲爱的观众们特内的节目 我们探讨了留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提升学习动机与目标设定 压力管理与情绪调节 以及人际关系与网络构建 这些都是留学生在冒险旅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意气 留学生活就像是一场跨国的冒险之旅 我们需要收集各种神器来帮助我们从容面对挑战 文化适应的多面镜社交网络的连接器和目标设定的指南针 都是我们在冒险中的得力助手 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会灵活应对 勇敢面对压力和挑战 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 我们尝试将这些议题与留学生的冒险旅程相比 希望能让观众更加轻松的理解和关注这些问题 留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提升 学习动机与目标设定 压力管理与情绪调节 以及人际关系与网络构建 都是留学生在成长过缺的一部分 在最后我想邀请观众们参与讨论 和想邀请观众们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有什么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见解 在留学生活中 你们遇到过什么样的挑战和困惑 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和分享 祝大家留学生活充满冒险和乐趣 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